剛剛巧欣一開始就說得很清楚 對不對 巧欣說他贊成兵役延長一年 其實對我們來講也是 沒有人反對兵役改革 像昨天羅文家Po文 又在抨擊我們 你們搞錯 你要不要看一下我們的各節節目 我們從來沒有反對過兵役改革 我們反對的是什麼 反對台灣烏克蘭化 反對年輕人莫名其妙的去送死 去上戰場 台灣可以跟大陸和平相處 可以也有過過好日子 馬英九主政的時候不是嗎 做得到的 大家就在想 為什麼現在要 為什麼 就是你無能 你別有居心 你願意當兒皇帝 但是我們蔡英文總統 非常喜歡去軍隊 享受三軍統帥的感覺 又到澎湖去視察部隊 他告訴大家 當兵這一年 絕對不再是浪費一年 絕對不再是浪費生命 剛剛巧欣給大家分析了很多細節 你就知道兵役延長一年 怎麼樣讓兵力增強 剛剛巧欣講的很多細節 大家聽就覺得有問題 但是有個插曲 秋國正一下車 頭上的帽子就被吹走 烏紗帽就掉了嗎 很多人覺得這是個不祥的預兆 接下來是不是 還要他的隨童消跑步 趕快把他撿回來 說實話很多年輕人 在打電玩打多了 對於這些超感興趣你知道嗎 我當兵我可以摸到那個紅準 刺針飛彈 很多大男生對這個超有興趣 每個人都會摸到嗎 當然現在說模擬氣道了 模擬氣道 我今天下午聽凱翔講 我覺得也很有道理 凱翔他們都是實打實的 那個年代 扎扎實實當過兵的 其實你知道說一套 理想很豐滿 現實很骨感 在軍隊裡面 重點不是你會不會學會 重點是你不要把這些弄壞了 你知道嗎 所以你當的班長都很怕 不要弄壞不要弄壞 所以再加上這個一年 可能又切成一些 切成一些不同的時間點 能不能夠學得會 學會之後馬上又退役了 能夠記得多少 媒體報導中有很多 像是資深退休軍官等等 發表的看法 認為四個月恐怕 四個月是了 連武器都不會用 一級延長 贊成 但是 為什麼會突然冒出聲音 但是國軍現在他認為 根本不知道為何而戰 為何而戰是件很重要的事情 忠心思想是什麼 為什麼 哪一天真的需要 尖敵攤頭的時候 看到血 看到這個血肉模糊 你覺得他們心裡面 第一個想的是什麼 我為什麼要站在這裡 我為什麼要 可能不是向後跑 要這個向前殺敵 而是為什麼 不覺得這一切很荒謬嗎 正當的戰略是七分政治 三分軍事 蔡總統在國際演說中提到 要跟兩岸恢復交流 然後呢 沒有然後 空軍的戰機維修官也說 現在國軍素質太差 不禁打 林玉芳告訴大家 蔡總統喜歡把 去軍隊觀光 很喜歡去軍隊觀光 把軍營當成景點 享受三軍統帥的感覺 在此同時 這兩塊厲害的武器到手了 據說烏克蘭就是這樣 才能夠撐這麼久 蔡英文那一記者會上不是破題嗎 破題就講烏克蘭 我真的有點嚇一跳 你要講這個兵役延長 幹嘛破題就把烏克蘭丟出來 你在暗示大家什麼 還有那個三百天 三百天是我們台灣的基本款式嗎 要守至少守三百天 那拜登29號本來在度假 特別簽了這個法案 對不對 要這個編列 612億元折合台幣 包括對台軍事貸款 建立學人計劃 資助美國官員 到台灣學習交流兩年等等 沒有納入那個無償的軍援 之前大家就炸鍋了嘛 然後呢也宣布了對台軍售 就是這個 很厲害的火山布雷系統 這是拜登任內第八度 宣布對台軍售 總統府立刻表態了 這次軍售項目呢 具備高機動性的布雷效能 就是一直在講的嘛 提升我們的不對稱戰力 這個M136火山反戰車的布雷系統 很厲害 10分鐘可以裝好160個地雷罐 它有三段式的自毀模式 你可以設計 什麼10分鐘啊 20分鐘啊等等 時間到了 蹦可以自己爆掉 但是這個火山布雷系統 它是冷戰時期的產物 國際上最後 後來簽署一個渥太華條約 這個系統被封存了20年 到2014年烏克蘭戰爭的時候 美國在2017年重新啟用 那在大陸事實上 從消息傳出之後呢 你看到大陸啊 各個很多軍事網站 不斷在討論這個啊 當然他們 他們講的第一個就是很殘忍啊 那最後得到一個結論 既然你們都這樣幹了 我們也不需要對台獨分子 手下留情 最後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啊 這是好事還是壞事 同時大陸也提出這個 他們有這個激光掃雷排爆系統 還有包括海馬式多管火箭系統 導播我們有圖對不對 比較清楚的兩個圖給大家看到啊 火山反戰車布雷系統長這樣 它是車載式的車載式的 速度非常快非常的激動啊 海馬是火箭系統 據說烏克蘭就是靠著它反敗為勝 所以亮哥 這兩個到手了 我們可以撐至少300天起跳對嗎 不可能啊 我跟你講他現在提供的訊息都是非常片面的啦 布雷你是布在你家耶 你不要忘了 那事實上那個基本上就是為了拖延戰爭的時間嘛 這跟陳政戰的邏輯是同一個邏輯啦 因為你會阻止他前進的速度嘛 我覺得我們那個蔡英文他講的那段話裡面啊 我覺得最不實際的就是說 哎呀你們不要擔心課程很無聊啦 不會讓你們只在那邊念刺槍術啦 然後他就說洪准啦 刺針啦 標槍啦 無人機啦 都會讓你摸一摸 請問你做得到嗎 我們的洪准啊 我跟你講啊 洪准陸軍2020年剛剛採購了5000枚啊 這我們自己做的 我們第一年進去的EUE的兵 可能就超過2萬人了 那刺針跟標槍都只有幾百枚 請問如何讓大家操作得到 李光你那個練習蛋夠嗎 他現在是買了這個模擬器嘛 模擬器沒有彈嘛 沒有彈嘛 所以你是拿一拿擺拍是不是 對 差不多 跟吳怡農一樣 我跟你講啊 然後又傳出一些非常不確實的訊息嘛 比如說洪准啊 就可以把那個共軍的坦克給打掉 這是笑話耶 我跟你講啊 現在一般的坦克砲是打3公里啊 我們洪准只能射400公尺 你有辦法接近到400公尺嗎 你還沒有接近到你就被轟掉了 對 對 我說你還傳播一些 錯誤的軍事的訊息 在欺騙老百姓耶 洪准根本不可能打坦克 你有可能打裝甲車啦 可能打敵方的車輛等等啊 可是絕對不是裝坦克啦 那這種訊息 甚至連王帝宇都在誤導 對 他說你只要有洪准就可以打 共軍的坦克 我覺得非常可笑啊 為什麼台灣急著買標槍 因為標槍的射程是4.5公里啊 我們的洪准是400公尺 你還在那邊吹牛成那樣 我覺得台灣最可怕的現在的情況是啊 就把自己說哎呀你這個一年兵啊 你大概就會變成這個原子小金剛啊 等等啊 事實上一年一物的兵啊 我認為到最後真正學到了一定只有打把 他不是說一年下來要讓你打八百發嗎 我跟你講 事實上你就是步槍兵啊 我講白了啦 那巧新剛講了說 攤頭決戰有那個海岸守備旅嘛 事實上一物兵是有一半的人要去海岸守備旅啊 你認為海岸守備旅 靠打把步槍兵你就可以取勝啊 怎麼可能啊 我跟你講到時候人家登陸的是什麼人啊 是特戰兵啊 一年的 至少訓練三年以上 一年的對三年的 是啊 然後他手上可能還有手榴彈啊 各式各樣的更長距的武器啊 我們有這個火山布雷系統 火山布雷系統不是單兵嘛 你講的是武器嘛 那布雷你是要布地雷 那這個布地雷當然就是針對 要對方要辭職他的速度嘛 可是那個絕對不是一物兵在使用的啦 有可能就是巧新剛講 你在攤頭啊 阻擋阻擋不住了 他又進來了嘛 那布雷系統才會出來啦 對啊第二波 那是第二波啦 就是已經我講的殘忍一點 先掛了一堆了 當然是 你就是吃 你就是菜鳥兵 人肉盾牌去拖延對方的速度 你主要的 你主要的目的是什麼 讓我們的那些機動部隊啊 可以整頓好嘛 把裝甲啊 坦克啊等等機動部隊可以整頓 爭取時間給他們嘛 那你就在攤頭準備犧牲了嘛 這個任何學軍事的人一看就知道邏輯是這樣 當然你如果抽籤 運氣啊就是去守重要設施了 守台積電 是嘛 是嘛 那就是爽兵啊 爽兵啊 可是你如果是抽到了海岸守備隊 對不起啊 因為我昨天碰到那個素將軍啊 他就跟我講 所以以前他就管其中一個旅啊 那個就是要挖壕溝的 要建碉堡的 那準備在壕溝裡面 大概好幾天不能洗澡 要跟對方死對決的啦 你這樣講啊 很多人的這個不安全感又來了 因為以前這個沒有疫苗的時候 這個官員都先打嘛 所以這個你剛剛講的爽兵去守台積電 就是到時候又抽籤嘛 我跟你講到時候抽籤官說又一堆 是不是 我就跟你講很多事情啊 我覺得賴清德真是倒大煤啦 因為2024年1月開始嘛 那我不知道總統大選選的是哪一天啊 如果總統大選選的是1月20幾號 他真的就倒大煤 為什麼 因為你進去之後就會發現 完全都不是大家預期的樣子啊 對對對 那還得了啊 你以為新聞不會出來嗎 就不斷的投書啊 當然是啊 所有的媽媽阿嬤啊 都會不斷打電話 那不是你倒大煤嗎 對 所以我就說啊 我跟你講 絕對做不到你的課程的多元化啦 因為我們的訓練的裝備不夠嘛 遠遠不夠 而且他還講的是隨身的那種搗蛋 吹牛不要吹成這樣啊 那蔡英文我覺得 你不要吹牛成這個樣子啊 我們的市政標槍才買幾枚啊 到時候海岸守備隊的人是超過兩萬人耶 第一期可能沒那麼多啦 至少也有一萬 那這些人要摸過才算啊 要用過才算啊 所以我跟你講到最後真的就只有打靶了 就打靶啊 那步槍兵能幹嘛 我跟你講兩岸決戰的決勝負絕對不是步槍兵啊 怎麼可能嘛 但看在這個薪資提高三倍的這個份上啊 那這一點我要 我就更生氣了 我跟你講他提高三倍變成兩萬啊 對 已經比陸官的學生高啦 人家是職業軍人耶 人家是一輩子要投入這個事業 那請問我們的志願役呢 志願役呢 志願役事實上才是實戰的主力嘛 這大家都知道 我們的 我們事實上我們的志願役的編制是21.5萬 那就是因為你待遇太低 一直沒有辦法募兵到足合嘛 我們現在大概只有18萬多 所以美國才會逼你搞異物役嘛 那你為什麼不從志願役的把它滿邊做起呢 你為什麼做不到滿邊呢 他先要這個異物役的等到這個起滿之後 他會給你一些誘因嗎 要你去轉這個志願役嗎 差太遠了啦 我跟你講 所受的訓練差太遠了啦 這個簡直是天方夜談 我覺得 為什麼邱國正非下台不可 因為他就是反對的人之一啦 人家帽子飛啦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蔡英文為什麼說 他每個禮拜都要開兩次會 溝通了很久才拍板 因為反對的人就來自軍方 因為軍方的長期思考 就是認為說我們的重點是訓練職業軍人嘛 給他好的待遇給他好的裝備 讓他真的變成有效的戰力嘛 那結果你莫名其妙去學烏克蘭嘛 我跟你講國土防衛部隊就是烏克蘭的制度 所以整個我們現在台灣的編製啊做法都是 他在學烏克蘭嘛 對不對 那我跟你講為什麼 他就是突然之間也不去研究清楚 他就亂七八糟開始學了 是美國的指導期 美國要台灣學烏克蘭 因為他覺得你沒招了嘛 你海邊作戰擋不住 登陸作戰擋不住嘛 所以只好打焦土戰嘛 美國的邏輯只有這樣啊 焦土戰有兩個結果嘛 一個就是時間可以多久一點 比如說你如果打到兩三個月 那一定國際矚目嘛 你這樣講 我有想到剛剛那個最新消息 所以范雲那樣講 是丟出一個訊息在試水溫嗎 也就是說我們的志願意義務役通通都不夠 女生也要撩撈去喔 我跟你講到最後范雲這個就是 柯建民一定把他擋掉啦 反正你自己提案啦 真正可怕的邏輯不是這個啦 是義務役真的戰爭的時候 你打完了 你如果邏輯是城鎮戰交土作戰 你二十幾歲的打完了 就繼續往上爭三十幾歲的啦 三十幾歲打完了 又不夠就爭到四十幾歲 所以到時候連羅志強都被爭到 那羅志強打完了就輪到爭我嘛 就這樣嘛 那烏克蘭六十歲現在不能離開啊 對嘛所以邏輯會變成這樣 真正的邏輯是這樣 兩哥不會爭到 他是晚上 晚上捲動 兩哥還有黨政嗎 你知道吧 我的意思是說他的邏輯是往上捲動啦 就年齡越爭越高 事實上烏克蘭已經打到 已經沒有三十歲以下的兵了啦 你就知道戰爭是多可怕的事嘛 我說他那個交土戰邏輯有兩個 一個是拖嘛 讓國際都看到 然後第二個就是 你一定會死傷很慘重 剛好適合美國做文宣嘛 那結果呢 台灣呢 台灣最後你還是掛嘛 你去想一想嘛 中國大陸的軍費是台灣的十七倍 連續二十年都是這樣 你如何取勝中國大陸 而且你要知道你是一個島耶 不是烏克蘭耶 烏克蘭 北約事實上都在裡面混啦 打轉啦 武器也可以運進去啊 那你台灣到時候一定是被圍起來嘛 而且台灣又小又是海島 對我聽說他這些做法都是在 為這個巷戰做準備 因為他的邏輯都不通嘛 你到時候美國連武器要運進來都有困難 更不要說出兵啦 對不對 所以一定是在你台灣內部打嘛 所以為什麼美國很急嘛 他覺得你的彈藥庫太少了 我要多買幾個啊 就是這樣嘛 那覺得你的兵力不夠嘛 就是一直在逼你嘛 一直在逼你嘛 可是 蔡英文卻不正本信員去正視自己自願意的不足嘛 你應該要強化自願意 你要給自願意更多的經費 還有裝備嘛 那結果你找一堆菜鳥兵來填塞嘛 這根本就是應付美國 可是最後就是把人家送死嘛 這是非常不負責任的決策啊 海華XO干貝醬 這一罐很厲害很威好嗎 它的蛋白質呢 是雞啊牛啊蝦的三倍 這麼好的干貝醬要去哪裡買 是我們上我們的中天快點購的電商的網站 搜尋你就可以找到囉 好 希望大家愛用囉